電子交流 穿著帽梯 頭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聯誼鮑魚前董座中文制 2014年因為涉嫌操作特意石油TDR 遭檢調搜索約談 為什麼不從地人所能夠進來 請不要擋位置 為什麼要繞到 二審法官認定TDR 就是受證交法規範的有價證券 依違反證交法判他17年6個月徒刑 並宣告沒收4億4132萬不法所得 不過就怕諸國榮潛逃海外事件 再度上演高院18號臨時傳喚中文制 裁定實施電子繳僚 進行科技監控 原來中文制曾在一審期間 兩度冒用他人護照前往柬埔寨 對此他解釋 當初是因為打官司需要用錢 才會急著到柬埔寨處理多年前的投資項目 不過向法院請假卻被駁回 這才不得已二進二出 當事人的名譽權其實是有侵害的 那另外電子繳環就是如果今天他要去做一些 這個泡泡澡的或是泡泡泡的動作的話 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朱國榮潛逃效應發酵 即便律師主張電子繳僚 可能侵害中文制的泡澡自由權 及健康權 但何怡婷審理後 仍認為不能排除他有任何逃亡可能 實施電子繳僚也是為了掌握行蹤 避免再有機會輕鬆逃亡海外 所以就這樣我先在下方